法法徵修條文第五條規定 郭忠祐先生 議長 評論 鄭旭委員 編法徵修條文第五條規定 決定提名許忠祐先生 為司法院的大法班 並為院長 還有黃永敦先生為大法官並為副院長 以及許志雄先生 張求文女士 黃瑞銘先生 張森林先生 還有黃昭源先生等五位為大法官 請做謝謝 並且在上星期六正式接見被提名人 持續將會將知請立法院來同意後任命 我在此也向各位被提名人表達祝賀之意 期盼各位多年後順利獲得立法院的同意 來維護憲證秩序 保障人權跟弱勢 為國家盡一份心力 在政府院長提名方面 有建於政府院長的職務 深信維持憲政秩序 推動司法改革 及領導司法行政等重要工作 所以總統在這次的人選的考量過程當中 相當謹慎 除了請教大法官提名省建小組委員的建議之外 也多方徵詢各界 包括法界人士還有公民團體的意見 最終決定提名許忠利先生跟蔡總敦先生 這個司法改革 提出時間有限 我總共提出四點的建議 第一 就是釐清司法貢獻力不長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總統很即將召開 司法改革的國事會議 所以要召開這個國事會議 就是因為司法貢獻力不長 民眾對司法的信賴度不高 所以要釐清司法貢獻力不長的原因 這是一個先決問題 只是要指出 既然要司法改革 我們卻要釐清司法貢獻力不長的所有可能因素 然後撥管傾向 除了研究如何改進法官的選任制度 避免來選法官 如何減輕法官的工作負荷 以兼顧效率跟品質 如何重新檢視法官的評鑑制度 等等傳統的異議以外 我們也不能夠忽略 比方說要倒立把律師也一定納入 我們司法改革的設置 也要研究如何加強學校裡面的基礎法治教育 也要研究如何強化 各法院跟媒體對法的能量 能夠事實挺身而出 跟民眾溝通 關於司法改革的第二點 我的一個建議 就是讓人民參與審判 參審 是可以討論的一個改革方向 如果使法院的判決不至於 跟社會價值相當性過於脫脫 方法之一就是讓人民參與審判 讓人民也可以針對裁判違憲 也可以申請大法官解釋 目前的制度 大法官只能夠審查 法律面諺有沒有違憲 他不能夠審查 法院的判決有沒有違憲 可是我國目前很多法律的爭議 它並不是因為法律違憲 很多是因為 法官是用法律違憲所導致 所以為了讓人權 能夠獲得更重要的保護 我希望能夠修法 讓人也能夠針對裁判違憲 也能夠深入道理的解釋 第四點 忠誠法院我建議要設到法庭 重建統一法律見解的機制 目前影響司法貢獻力的因素有很多 我認為關鍵之一就是 法官的法律見解不一致 導致民眾無所事從 常常會出現官司到底勝負 是細語 你剛好碰上哪一位法官的力氣 所以我要呼籲一個觀念 最高法院包括最高行政法院 每一個判決都是判決先例 都應該對下級審有相同的拘束力 經由審的制度 達成垂直統一法律見解的目標 最後還有剩下的時間 簡單說明一下 我對於大法官 卸政大法再任大法官的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是涉及到法律解釋的問題 需要比較細緻的說明 我比較難以在這裡簡短的時間 用口頭來說清楚 為甚麼我認為在任並不違憲的理由 在法律解釋我們有一個大前提 法律解釋是始於文藝 忠於文藝 從文藝開始 在文藝結束 不能夠漁業文藝可能理解的範圍 如果把不能夠連任擴張解釋為 也包括不能夠再任 這是漁業法律解釋的界限 我個人從19月卸任到文藝結束 文藝結束 考量 既不是連任 在任監禁的例如超過4年 並沒有違憲的理由 所以經過考慮之後 前面接受總統的定義 可是近一週來 直以違憲的聲浪一波波吸來 對我個人而言 確實是死掉未急 也確實是令我個人感到很沮喪 不過雖然令我個人感到沮喪 並沒有影響我對我的在任 並沒有違憲的確信 如果大家無論如何 一定要進入在任 那麼我的建立就是修憲法 修憲法改革雖然已經進行了幾十年 大部分的法律人也都相信 目前的法官已經享有審判獨立的環境 可是很多國人都認為法院還是有權判身 無權判死 法院的判決對有權有勢的人比較有利 甚至說法院是謀謀打開的 這些世事而歸的評價 平常一講對法官是相當的不公平 那麼到現在還有這樣的言論 也實在是非常的諷刺 那麼不論呢 有些人的這些想法是不是錯誤 或者是誤會 可以肯定的就是說 我們司法內在的進步 那麼跟不上國人 外在對司法的一個期待 那麼為了 符合人民的期待 我想司法必然有很多 在趕進的空間 那麼希望呢 未來的政府可以對司法的原力 和物力做出妥當的投資 那麼也希望蔡總統主持的司法國事會議 可以擬定出讓法院的裁判 真正可以達到迅速公正的一個要關 那麼也希望啊 未來全體的法官 可以讓人民的努力 可以讓人民有感 那麼也要拜託各位媒體朋友 對於許許多多盡心盡力法官 堅守在工作崗位的法官努力 在這個完成這個崇高的一個使命 也給他們一個適度的鼓勵 謝謝大家